这个是位于Plazencia的Camilla社区 由Shay Home成建 这个是他们的大门 他们这个是有带gate的这个门 这是Shay Home 这个是有一个有门位的社区 有门禁的 这里是有个gate 他们下个星期是一首 然后呢 这边呢是 然后这边都是 快看哈 这个是独栋别墅的外墙 有三个外里面 三个外里面 都是有drive way的 这个Plazencia的这个牌子还不错 这个城市不错 这边呢是三个外里面这样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然后是新建的 这个已经在开建了 这是山后户型的入门处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户型 然后我看一下哈 这是户型三号的后院 还挺大的 它那个样板房的后院 有California room 这个后面空间是挺大的 真的是它的那个open concept 那个living room kitchen share home的品质很好 样板房做得非常的精致 中央导台 中央导台 kitchen island 这个是大门处 一楼呢 它楼下是有个套房的 然后呢 这里呢是有一个床位 这里还有一个半位 所以还是挺棒 这样隐蔽的在单中 这样上去 这个是二楼的loft 窗户是很大的 这个是主卧 这个主卧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哈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的体贴的 主卧的卫生间 主卧的那个卫生间挺好的 这是主卧的walk-in closet 这是主卧的walk-in closet 这是主卧的walk-in closet 美人美欢的 很容易收纳 自己也做一个这样的 它这里呢是非常大方的一个洗衣间 还可以有预洗室 这个可好了 可以手洗一些衣服 就是还有两个客房 客卧 每个客卧都还挺大的 还有一个walk-in closet 挺好 这样子是一个full bathroom 很不错 窗户大大的 这样楼上是三个 三个房间 然后每个房间都应该有walk-in closet 哇 这钉真的挺好的 walk-in closet 他自己的卫生间 就是四房 4.5位 加一个loft 2号呼吸 哦 2号呼吸 这样 它是侧面进路的 侧面路门 等就不错 它是一楼有个套房 那过来看一楼 一楼有一个比较小的房间 这样 这个户型二的一楼 这个是这个房间 然后呢 楼梯上去二楼 然后这边呢 开放式的厨房 和这个餐厅客厅都连在一起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方式 好 厨房房做得很漂亮 这边呢 有个双推门 去到后院 California room 这边呢 是这样的一个房子 后院还是挺大的 有个California room 然后还可以放BBQ 这里还可以放这个fireplace 很漂亮哈 看去 二楼 这个有个loft 然后loft 然后loft 这边进来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 这主卧 主卧前面还有个Juliet balcony 这个有个浴缸 然后再shower 然后这两个分开哈 walking closet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柜子 柜子 这里呢 还有一个卧室 它的窗户是挺大挺明亮的 这个是男孩子的房间 这个二楼 这个两房的面积稍微小一点 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个bathroom 客窝 它也有自己的bathroom 不错 8号户型的厨房 有个中央岛 然后kitchen很广场 这个设计都是中规中矩的很受人欢迎 这个是Plan 1 Plan 1的是第一个 折腥 OK Plan 1 这就是一个pouder Plan 1是一楼市 2100只的一楼市 这也是open concept的一个 但也是open concept的一个 除了这个呢 它还有一个california room 它这里是california room 这个院子都挺大的 然后我们现在到二楼去看一下 二楼的楼梯这样上来 这个是二楼 这里有一个 这样的储藏室 收纳的 ok 二楼进来这个是主卧 窗户呢也是很明亮很大方的 好 这边是主卧 两个 领棚 这个是walk-in closet 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啊 这里呢还有两个客户 这个呢是 洗衣间 这边有窗户 这个是一个套房 这个是jack and joe 这个呢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又跟那个是连通的 这个还比较特别 好 这里呢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 共用一个卫生间 但是它有两个 洗脸的地方是两个 嗯 是这样的 再共用一个walk-in closet 这里有一个walk-in closet 它每个客房还是有walk-in closet 这个是一位 不是那边的 这边的 就是那边的 这个是一位 这边的 币有变化 那边的 是一位 是一位 好 是一位